国发会主委管中民的一句 亚洲四小龙早就没了 倒破了现在台湾的经济困境 不只是落后了韩国 新加坡 也缺乏竞争力 那么要怎么样来推动经济呢 立法院今天就成立了跨党派财经立法联盟 不分蓝绿 结合了业界 学界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平台 不管是福茂或者是TPP等议题 在新的会期当中都能够坐下来 好好的谈 找出共通点 加速推动法案 国发会主委管中民一句 亚洲四小龙早就没了 点破台湾经济困境 在企业主眼里 台湾的确该好好证实这个问题 本来那个现象已经是这样子了 所以最近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提 台湾应该赶快 那么这个 收到好的一个投资环境 来招商引资 来煮草引凤 甚至引凤来煮草 而为了拼经济 朝野立委也成立跨党派财经立法联盟 企业主则是希望 立法院要提升效率 不要再恶斗下去了 有危机才有转机 当然信心还是很重要 当然台湾面临很多的这个 发展的这个困境压力 希望蓝力之间的话 不要再恶斗 希望大家还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走 怎么样能够减少这个投资的障碍 在立法的效率能够提高 目标是先把平台建立 然后有了这个平台以后 把很多主要的议题 都可以放到这个台面上讨论 所以福茂TPP 证锁税 或者是两岁合一的制度 甚至我们包括桃源航空城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拿来讨论 立法院长王金平朝野党边 和许多蓝绿中审代立委 并肩而坐 这个平台建立之后 目的就是要加速推动立法程序 让一些重大财经法案 可以透过这平台来沟通 不过蓝绿之间始终缺乏互信 这个问题不解决 立法院的效率恐怕很难提升 有点TV有家委主持人台北报道